本节目由华星娱乐VPVA设赞助播出 今天晚上站的是洞四到洞六的夜哨 我把昏昏欲睡的情绪收起来 准备上哨 我走向营区最重要的一个哨点 大门哨 大门哨共有两个人 一个是副哨 另一个则是哨长 嗨学长 嘿辛苦啦 没什么问题吧 呃这个 怎么了 发生一件怪事 学长你看一下外面 厕所外有一台小客车停在门口 通常是不会有车停在那边的 因为这附近根本没有其他建筑物或民宅 那台车是谁停在那边的 不知道 那台车从十二点半就开过来 而且都没有人下车 所以人还在车上咯 十二点半 也就是说那台车至少停了三个半小时了 学长 虽然没有人下车 但是我跟阿栋都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什么 有个小女孩 会突然出现在车子旁边 我们已经看到好多次了 她大概十几分钟就探出来一次 现在 阿栋还没说完 我就看到了那女孩从车子后方出现 挥了两下手 像是在叫我们过去一样 接着 就躲回了车子后方 如何 学长 很诡异吧 嗯 哎 阿栋 你不着急下哨的话 跟我一起去检查一下那台车 靠 学长 你是说真的还假的啦 当然说真的啊 这里交给阿栋一个人顾就好了 没问题吧 报告是 于是 我们就这样一人一只手电筒 走出大门哨所 往哪台车停进 慢慢靠近那辆车后 我可以肯定驾驶座上的确有人 请问有什么事吗 学长 那个小女孩 她躺在后座 我赶到车子的侧边 只见刚刚的小女孩躺在后座上 脸色发白 口头白沫 而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一位女子 脸是吓人的黑紫色 嘴巴流着鲜血 我只瞄一眼 就知道她已经死了 可能是服下什么毒物吧 看来 后座的小女孩也 学长 那个小女孩 好像还有呼吸 阿栋 你赶快看路边有没有大石头 可以砸破玻璃快点 哦 好 此时 我的眼角于光瞄到前座 看到了一幕让我瞎破胆的画面 驾驶座上的那个气绝的女子 正两眼翻白地瞪着我 像是在说 少管闲事 这个时候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学长 你让开 阿栋拿着石头砸碎的车窗 我伸手进去将小女孩抱出来 的确还有体温跟呼吸 还有救 学长 阿栋发出尖叫 连我也差点尖叫出来了 因为驾驶座上的女子已经打开车门 一只脚跨下车身 伸手要往我们抓过来 我以为他已经死了 你白痴啊 他早就死了 你赶快跑回阴区快啊 我抱着小女孩开始往大门跑 那个女子追在阿灿身后 完全就是要来锁命的女鬼 学长不要跑这么快啊 等我 学长 啊 啊 我看到阿栋在哨所里拿着枪 看得出来 她已经完全吓坏了 开枪 快开枪 那女人只差一点就要追到阿灿了 快开枪 又是我 枪声响起 我跟阿灿同时趴倒在地 阿灿身后的恐怖女子 此时消失无踪了 以前听过鬼怕枪声 看来是真的 我趴在地上紧紧抱着女孩 终于松了一口气 同时 连长跟其他士官兵都被枪声吵醒 统统跑到哨所来了 我这才想起救人要紧 希望怀中的这个小女孩 还有得救 事后 连上弟兄去检查那台车时 那个女子人在驾驶座上 好像她没有离开过车子 警方在隔天来调查以后 发现果然是母亲带着小孩 服毒自杀的残局 不过小女孩的药剂少了点 所以没有马上中毒身亡 或许 就是她的灵魂脱离了身体 从车后探出声来朝我们求救 而在医护室的急救后 小女孩相当平安 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当晚 所有夜少的说法都一致 所以连长也相信我们的经历 但是那些只回顾的高级长官就不一样了 他们说我下令 开枪太过清帅 决定把我 阿灿 阿栋 都禁假两天 我靠 有什么狗屁果军 阿栋 月色茫茫 星月无望 只有刀生 四眼伟大 只有火花 到处没一样 俏剑桌 一手 我刀 下 凭勇 老公有点 的声音 听见在析黑的原野上 我们也快思念 我们耳蜜八方 不声不息 不声不息 转向你合理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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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能把你合理心脏 他只能成功 他只能成功 他只能成功